几天前,我的电脑被黑了,电脑屏幕拨着老婆被囚禁虐待的画面,带着头套的男人威胁我按照她说的话去做,她似乎会在我完成指令之后得到快感,但她居然让我去找妇婆当男模,我有一个结婚多年的老婆,她叫舒颜,是我阴暗生命里唯一的光,但就在两天前,她无故失踪了,我找了两天两夜,但依旧了无音讯。 五分钟前,我在电脑桌前惊醒,依旧没有一点头绪,我决定寻求警方的帮助,就在我准备报警之际,我的电脑被黑了,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昏暗的。 类似地下室的地方,角落里叠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,绳子,水枪,电锯等等杂物堆放在一旁,墙壁上到处映着黑褐色,还有红色的屋子,灯泡一闪一闪的,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诡异,就这样持续了一分钟左右。 纳闷之际,镜头突然向右边转了一些,画面中,舒颜被捆在凳子上,嘴上封着胶带,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,正拿着一根细长的鞭子走向他,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男人朝着舒颜的大腿猛抽了一下,只见舒颜在凳子上拼命扭动挣扎,嘴里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。 我瞪大了眼睛,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你想干什么?放开他!我不知道男人能不能听见,但仍对屏幕狂喊,抓耳挠腮,声嘶力竭喊了好久,男人始终没有回应,消失在了画面中,想要你老婆活命,从现在开始,按照我说的去做,如果你敢报警,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 电脑里传来了沉闷的,被处理过的声音,我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坐回了电脑前,行行行,只要别伤害他,要我做什么都行,男人再次出现在画面里,绕到了舒颜背后。 一把揪起了他的头发,将他的脸对向了镜头,去巷口酒吧,找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红发女人,接近他,往酒里下药,然后带回家,下药。 我去哪儿搞药,我提高了分贝,显然被男人提出的要求吓了一跳,男人伸出手,直勾勾地指着镜头一动不动,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回过头,走到房门外,发现门口有一个包裹,里面放着一包白色的粉末,为了救舒颜,我按照他的要求去了酒吧,一位穿着黑色包臀短裙的红发美少妇,吸引了我的注意,他一个人坐在把台喝酒。 清冷白皙的脸颊两侧泛着潮红,手里拿着酒杯不断地往嘴里送酒,举止投足都风情万种,我站在舞池中央,双手插兜,手里紧紧捏着那袋白色的粉末,整个人显得非常局促,就在我忐忑害怕之时,我看向了美少妇,她那双醉醺的眼睛正好和我对视上了,趁她趴着醒酒时,我顺势坐到了她的边上, 为她点了这里最贵的一杯酒,并在酒里下了药,我鼓起勇气和她搭上了话,她也接受了我的搭讪,没想到,药效来得如此的快,才喝了没几口,美少妇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 面色红润,双眼迷离地盯着我,双手环绕着我的肩膀,不停地向我索稳,我知道时机到了,应付了她几下,这里不行,回我家行不行,她连连点头,看起来比我还急迫,亮亮呛呛拉着我,就往酒吧外面走。 到家之后,她像一头发了情的猛兽,快啊,你还在等什么啊?她娇喘着俯下身,在我耳边说道,我紧紧闭着眼,不敢看她,大口喘着粗气,尽力调整着呼吸,努力克制自己,不做出任何回应。 不能这样,书颜还在等着我,我必须要救她。冷静下来后,我拿起床头的夜灯,砸晕了美少妇。 我一把推开她,惶恐地坐回了电脑面前,等着男人的下一步指令,我这是在犯罪,但我是为了救书颜,然后呢? 然后,要我做什么? 我的衣服被汗水浸湿,独自对A电脑喃喃自语,没一会儿,男人发话了,把她身上所有值钱物品都拿出来,把人丢到后市街的巷子里,我看着屏幕里满身是伤的书颜,咬了咬牙照做了,美少妇的包里,装着大几千的现金,手表也价值不菲,做完一切,我一刻没停留驱车回到了家,一夜无眠,一整晚我都在后怕。 她醒来了,报警怎么办?那我该怎么办?书颜该怎么办?容不得我多想,男人再次向我发出了指令,从现在开始,你要扮演一个身经百战的男模,去调查接近一个叫王立敏的单身富婆,讨好她,让她喜欢上你,去她家,然后满足她的一切癖好,无论什么要求都不可以拒绝,房门外放着一个包裹,行动过程中戴好耳机,随时听起来, 听从我的指令,否则,你别想再见到你老婆,我把包裹拆开,里面放着一副隐姓耳机,以和她打拉飞片。 还有一张书颜的照片,我拿起照片,陷入了痛苦的境地,如果不听指令,书颜就会死,如果我做了,我就抹灭了人性,一时间,我被推向了泥潭,为了救书颜,我不得不背叛她,我做的所有事情,都是为了救她,她会理解我的,整理好思绪,抛开所有杂念。 我决定按照男人说的去做,首先,我调查了一下富婆王立敏,她老公是搞房地产的,但在前几年车祸死了,他们膝下无子,所以王立敏继承了一大笔遗产,她平日里性格怪异,不爱社交,几乎没有社交圈,老公死后。 她唯一的兴趣爱好,就是喜爱男色,经常会点不同的男模到家里,只要让她满意了,出手就非常阔绰,平时你时不时会去酒吧KTV里物色物色目标,我去她常去的KTV里应聘蹲点,果然让我遇到了她,我一眼就认出了她,果然像照片里那样气质非凡,无论身材还是脸,都保养得非常好。 一点都不像四十几,快五十岁的人,男人在耳机里传来指令,撩衣服漏腹肌,过去挨着她扭,怎么性感怎么来,她就喜欢这套,为了能接近她,我听从了指令。 在当天众多男模中表演的非常卖力,也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,她对我颇有兴趣,她给我塞了一个纸条,上面写着地址,今晚十点,别迟到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到了晚上, 出发前戴好帽子和口罩,避开沿路所有监控,我听从指令,如约准点来到了王立敏的别墅中,空荡荡的别墅,似乎就她一个人住着,我在别墅里走了一圈没看见人,就在这时,院子里传来的水声引起了我的注意, 我从落地窗探出头一看,王立敏正穿着泳衣,在泳池里游泳,我再次发出了感叹, 这哪是快五十岁的人啊,身材苗条而曼妙,肌肤细腻白皙,线条非常优美,修长的双腿打着水花,在水里不断切换着泳池,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, 我都被她迷住了眼出了神,不自觉地走了过去,恍惚间看得入迷,被她泼了一身的水才回过神来,湿透的衣服紧贴着我的皮肤,露出了若隐若现的腹肌, 她的一双桃花眼很快就被我吸引住了,她紧紧盯着我的身体,脸色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,来了,随后双手一撑上了暗,带着一身稀利利的水来到了我的面前, 身材真不错,看起来很可口呢,她伸出手抚摸着我的脸,顺势喉解,再是肩膀,最后在胸口停住, 手指不停地顺时针在我胸口画着圈,随后把头深深埋进了我的胸膛,我心跳快地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,把她抱到床上, 男人从耳机里发出指令,我顺着她在泳池边缠绵了一会,然后一把抱起了她,将她抱进了屋, 今晚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,我保证不会亏待你,王立敏靠在我的胸前,娇滴滴地说着, 但我脑海中却时不时出现舒颜的脸,这滋味让我很不好受,状态也跟着差了起来。 和她上床,耳机里再次传来了男人的指令,我抛开了所有杂念,我这并不是背叛,我是在救舒颜,为了有更好的状态,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药片吞了下去,就在我准备将今晚推向高潮之时,男人却再次下达了指令,在她最兴奋的时候杀了她, 否则,我现在就杀了舒颜,耳机里传来舒颜呜呜的求救声,耳机里舒颜的声音越来越微弱,救我,容不得我再想了, 我双手掐住了王立敏的脖子,她的表情依旧很享受,我咬咬牙加大了力度。 她的脸憋得通红,不停拍我的手示意我,我没有停下来,反而用尽了力气,恐惧和药物的作用下, 我开始出现了耳鸣头晕,视线随着王立敏的挣扎开始模糊,直到王立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我也随之晕了过去, 醒来后,我躺在自家的床上,我头很痛,甚至有点分不清,这是做梦还是现实,直到我看见不远处的电脑上, 那个男人依旧站在画面中,画面里还有我那被折磨得不像样的书颜,昨晚干得不错,任务完成, 男人说道,王立敏,死了吗?死了。 透透的,放心,尸体你不用担心,已经处理好了,你到底想要干什么,什么时候才肯放了书颜,什么时候才肯放过我, 别急,最后一个任务了,十天之内,准备好一百万,我瞪大的眼睛,一百万。 我去哪?我话还没说完就被男人打断了,你不是男模吗?一百万很难吗?十天之内,没有一百万就给你老婆收拾吧?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健身房教练,工资每个月也就万把块,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车贷,所有的存款加起来也就只有十万不到。 十天之内,怎么弄得到一百万,就在我慌乱之际,一条手机提醒亮了起来,寄庭,下午两点私教课,寄庭是我私教的会员,一个开马沙拉蒂,有钱有盐的富婆,我知道,她一直找我报客,是因为她对我心生爱慕,仔细想想,这些年在健身房,因为我身材好且颜值出众,确实有不少人对我有想法,所以我的业绩一直都名列前茅, 但我很爱我的老婆,面对诱惑,我全都一一拒绝了,事到如今,为了救疏眼,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,一百万,你开口就问我借一百万。 你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,寄庭放下气馅,脸颊微微泛着红,气喘吁吁地说道,嗯,是有点过分,但情况紧急,我会还你的,就你这点工资,还到什么时候去? 几天起身绕到我身后,伸出手搭在我的肩膀上,这几天看你脸色都不太好,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 我没有说话,要借给你,也不是不可以,但我有要求,把你遇到了什么事跟我讲, 还有,一周骑马陪我两天,在你有空的情况下,我叫你出来,不可以拒绝,我点了点头,就这样。 我筹到了一百万,我按照要求,把钱换成了现金,放在了男人指定的地方,我怀着忐忑的心意之等,我害怕男人拿到前后食言,害怕舒颜的生命受到威胁,但好在当天晚上,舒颜回来了,舒颜告诉我,这段时间被囚禁的日子很痛苦,他很想我,谢谢我付出一切救了他,他说,他真的非常爱我。 可是舒颜回来后,日子没有像以前那样,幸福且平静,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,梦到王立敏变成鬼来找我,每天都提心吊胆,害怕杀人的事情暴露,害怕警察会找上我。 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有些暴躁,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而舒颜也因为我和己庭的关系,频繁和我争吵,苏玉你变了,你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体贴了,也不和我讲话,天天跟那个叫季庭的出去鬼混,事情变成这样,都是因为你,为了救你。 那天我们又因为己庭叫我去陪他而吵了起来,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恩爱模样,就在此时,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视频,是我掐死王立敏的监控录像,没一会儿我接到了一通电话。 明天准备好十万块,放在老地方,我再一次被勒索了,完了,我意识到我会被他折磨一辈子,我成了他下辈子的提款机,不能再这么被动了,我必须找到他,我的人生不能被他毁了。 通过己庭的人脉,我找到了一个查地址的黑客,给了他一笔钱,他帮我找到了电话源头的IP地址,住在里面的男人叫张帅,是个整天游手好闲的混混,一头黄毛,闻着花壁,左脸上还有一道疤,我偷偷跟踪了他几天,这个张帅,不是在泡妞,就是在网吧酒吧里泡着,还频繁地出入酒店。 看起来就是个社会毒瘤,顾步了那么多了,他毁了我,我也不能让他好过,趁着张帅出门买烟的功夫,我干下了一瓶二锅头,借酒壮胆前进了他家,躲在门背后,在他进门的一瞬间,给了他当头一磅,我将他绑在了凳子上,接了一盆水,朝他头上倒了下去,张帅看见我,显然有些惊讶,你,怎么知道我的,你想干嘛,我清了清嗓子? 你不是很能绑架勒索吗?我也想试试,这是重什么感觉,反正我已经背了一条人命了,既然你想毁了我,那我再多背一条也无妨。 我拿起刀抵在了他的喉咙上,张帅的眼睛里布满了恐惧,苏大哥,你误会了,我只是听大哥的话,不是我勒索的你。 是大哥,我只是听命行事,我微微松开了刀,谁让你干的,你知道些什么,全都说出来,我大哥叫张启胜,是这片的老大,他让我给你发视频和短线,让你准备好现金,然后我去把现金拿回来,再存到他给的户头上,苏大哥,我做的只有那么多,也只知道那么多,真的。 我发誓,我让张帅离开这个城市,有多远滚多远,之后,我查了张帅提供的那个银行户头,卡得持有人,居然是舒颜,更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那个叫张启胜的,他居然是舒颜的地下情人,而且这段关系已经持续了很久了,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重新梳理了这件事,看来,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, 这段时间,我故作镇定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,舒颜的狐狸尾巴也开始藏不住了,他时不时地故意和我争吵,并提出离婚的想法,他居然这么对我,就为了和他的情人在一起,让我去杀人,毁了我,然后让我成为他们狗男女的提款机,可是我们曾经那么相爱,为什么啊,我做的一切,明明都是为了他啊,他不仅背叛了我,还想毁了我, 他凭什么这样对我,我们离婚吧,我受不了你外面还有别的女人,和我离了婚,拿着勒索我的钱,和张启生一起花天酒地是吗,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,是啊,只剩下恨了,你变了,你对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了,扑我,扣帽子给我,是想让我觉得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, 不论书言说什么,我都沉默不语,面对眼前这个,我曾深爱过的女人,所有的感情,都烟消云散了,我对她,只剩下了仇恨,晚上,我睡在沙发上,我怕和她共枕我会忍不住起杀心,也如我所想,狗男女根本没想过放过我,第二天白天,我再次收到了勒索电话,钱不够花, 再准备五十万,下周一准备好,放在老地方,否则视频立马出现在警局,挂了电话,书言一副很关心我的样子,谁打来的,怎么了,怎么脸色那么差,我想看看她的吸眼的有多真,其实,当初为了救你,我杀了人,现在,他们拿我杀人的视频勒索我,怎么办阿书言,我没有钱了, 书言捂住了嘴巴,瞪大的眼睛,往后推了几步,这演技,奥斯卡都应该颁给她,前前后后,我已经给了他们一百多万了,几庭已经不肯再帮我了,所以,你和几庭那样,都是为了筹钱是吗? 倒也不完全是,这段时间和季婷相处下来,我发现,她是个很好的人,温柔又善良,从不强迫我,做我不喜欢的事,又聪明,事业上也很有能力,和她在一起的时候,很开心。 她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,她笑起来也很好看,眼睛弯弯的,两个浅浅的小酒窝,每次想到她,我都会不禁地出神,等等,我该不会是爱上她了吧? 是啊,不然你以为呢?天哪,你居然为我付出了那么多,书言挤出了几滴鳄鱼的眼泪,我要不自首吧?我快被折磨疯了。 不,不能自首,书言挤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度,提款机怎么能坐牢呢?她咽了咽口水,声音回到了普通的调调,我是说,如果你自首,杀了人哪怕不死刑,也要坐几十年牢。 可是现在这样,我还不如去坐牢呢?他们就没想过,我真的会去自首这回事吗?总之不能去自首,他们要多少?五十万?书言一脸严肃盯着我, 好似真的在为我想办法似的,这套房子可以做抵押,应该能有五十万。好家伙,开始准备打我房子主意了,这次抵押,下次还是会继续要钱的,下次呢,卖房吗? 别想得那么悲观,万一他们停手了呢?这次的钱先凑出来吧,书言可能也意识到了,我不会一直任由他们摆布,这些天,我早已想好了应对的办法。 为了让这场戏有个好结局,我把计划告诉了几庭,在他的帮助下,我拿到了五十万。 当然,我也按照约定,把钱换成了现金给了他们,但这次交易完回到家,我当着书言的面报警了,书言很慌张,不停地抢拨我的手机,你要干嘛? 你不能报警啊,你杀了人啊,你余生都要在牢里过吗? 他急得团团转,不停地围着我转圈,跳起来拼命地抢,眼泪都快掉下来了,看似为我着急,实则是担心自己的阴谋诡计,马上就要暴露了吧,苏玉你冷静一下。 你快跟警察说,你喝多了乱说的,苏言红着眼眶,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我杀了人,杀人要付出代价,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,你不用劝我了,我已经决定了,警察,马上就到了,苏言彻底慌了,傻愣在原地不支声,而我背过身去,笑出了声,我在警局里,把所有的一切,全都全盘拖出,过了一天。 我见到了苏言,还有他的情人张启胜,那是一个看起来很危险的男人,看面相就令人毛骨悚然,眉毛如见风,三白眼,面无表情的脸,显得更为可怕,像是身上背了不少人命。 犯了不少罪吧,苏言紧紧挽着张启胜的手臂,依围在他的肩膀上,哦,老大身边的小娇妻,看着真恶心,真倒胃口,我扶着墙,差点没忍住吐出来。 对了,嘉宾可不止这两位呢,还有一位呢,我探着头,往后面看去,啊,看见了,王立敏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呢,到齐了,好戏要开场了。 自从知道这个局,是苏言和他的情人策划的开始,我就一直怀疑王立敏的身份,如果苏言要害我,为什么要我杀了王立敏? 王立敏和苏言之间是什么关系?那天晚上,因为药物的作用,我是迷迷糊糊的。 我甚至都不确定,王立敏是不是真的死了,而且这么长时间了,死了人警察,也没任何动静,于是我找到了,几庭帮我调查他们之间的关系,果然如我所料,他们三个是一伙的,为了做这个局,为了毁掉我,被我掐死的王立敏,正在隔壁城市,带着南魔度假呢。 不仅如此,几庭还找到了王立敏多年前的照片,我也终于把所有事情都捋顺了,这个王立敏是我的老相识了。 他本名叫王小霞,是我刚进健身房上班时的会员,那时候的王小霞可不长这样,皮肤又老又黄。 身材也是一等一的差,肥臀肥腿肥手臂,三层肚囊挂在身上,跟现在真的判若俩人,脸上也动了不少医美项目,据说去了趟韩国,花了好价钱,才成功换了头,怪不得我没有认出来。 王小霞那时候,抱饮抱食,身体状态很差,所以找到了我抱了一年的私教,想改变体型,和他相处过程中,他对我有了别的想法,每次上课都时不时地说一些暧昧的话语,有一阵子对我可以说是痴狂的程度,每天在健身房蹲点,死缠烂打地让我陪他去逛街,去别的地方旅游。 让我辞职,说他可以包养我,他的死缠烂打,让我在单位里受计了调侃,我成了同事的饭后茶余,苏俞证明真好啊,被老富婆看上了,后半辈子都不用努力了吧,天哪,那个猪八戒你,吓得去嘴,瞧那猪头的样,我可不会出卖灵魂肉体,就不知道苏俞怎么想的,他应该会同意吧,哈哈哈哈,谁跟钱过不去呢? 我时常听见同事在背后调侃我,这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,我和同事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远,他们总拿着有色眼镜看我,这让我越来越反感王小霞。 我希望他能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,那天,王小霞像往常一样来健身房找我,余光中,我看见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,看见了他们向我投来鄙夷的眼神,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屈辱爆发了。 王小霞,你给我滚,我不要你的钱,不要你的任何东西,你他妈就是个变态神经病,我宁愿跟猪在一起,也不会跟你在一起,我死都不会和你在一起的,你死了这条心吧,你照照镜子,你他妈连猪都不如。 我对王小霞一顿输出,发泄着这段时间的怒气。 健身房瞬间变得很安静,所有人都看着我们,王小霞肥大的脸憋得通红,你看看你这副样子,猪八戒,你的脸真的好像菜场里挂着的猪头啊。 我听见了周围传来嬉笑的声音,王小霞全身都在发抖,脸都快油红的变成绿的了,他恶狠狠的盯着我,哟哟哟,快看啊,猪八戒生气了,我依旧没有停止自己对他的侮辱和宣泄,他不堪屈辱跑出了健身房,冷静下来以后,我的内心非常纠结,我知道我说出了伤害他的话,他明明也没做错什么。 只是方氏极端了一些,我却将我积攒已久的怒气,全都宣泄给了他,我很后悔,自己这样对他,本想给他发短信道歉,但却一直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而搁置了。 从此之后,王小霞再也没有来过了,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,我的工作也回到了正轨上,我一直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,没想到是,这些年,他一直都对我怀恨在心,甚至不惜代价, 就为了毁了我。王小霞从韩国回来后,一直在调查我,知道我结了婚,也知道我很爱我的老婆,一次偶然,他发现了舒颜有个情人。 于是王小霞找到舒颜,没曾想舒颜和王小霞一拍即合,转头三个人就为我设好了局,等着我往下跳。 关于王小霞,我确实伤害过他,我能理解他想报复我的心情。至于舒颜,我曾经那么爱他,我对他那么好,为了他付出了一切,结果他为了和张启胜在一起,不惜毁了我的一切,我受不了。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,警察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,我假装什么都不知情,在警局演了一出奥斯卡影帝的戏,我哭得撕心裂肺,哭得肝肠寸断,差点没晕过去。 一遍一遍地质问舒颜,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这动静整得让警察都不由地心疼起了我。最后,因为我没有杀人,也没有触及任何违法行为,警察把我放了,我请了最好的律师,我一定要让舒颜和张启胜付出代价,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 我终于等来了终审,被告人舒颜,因涉嫌敲诈勒索,金额高达160万,且性质恶劣,判处有期徒刑25年,退回全部赃款,强制执行。 被告人张启胜,因涉嫌敲诈勒索,金额高达160万,且有多起故意伤人,非法监禁,聚众斗殴等违法行为,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。 性质恶劣,恕罪并罚,判处有期徒刑40年,被告人王小霞,参与策划敲诈勒索,虽没有获取涉案金额,但性质恶劣,判处有期徒刑3年,一切终于尘埃落定,几庭在法院外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辛苦了,都结束了。 嗯,都结束了,我牵起了几庭的手,走在太阳下,今天天气好好,我们时候办婚礼啊,要选个凉晨即日吧,晚上吃什么,一会儿去买点菜,我给你做,好爷,我想吃红烧肉,你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。 树言篇,我和苏玉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,她长相出众,一下就入了我的眼,虽然她长了一张花花公子的脸,但却是个很老实的人,我特别喜欢逗她,她每次都会害羞地低下头,我们认识没几天就在一起了,她对我很好,也很有责任心,会照顾我,对我又温柔又细心,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。 婚后她依旧是个好丈夫,是旁人眼里最佳丈夫的代表人物,每天两点一线,从不搞那些花花肠子,不是上班赚钱,就是在陪我,她说我是她的全世界,起初,我很幸福,我觉得和苏玉在一起,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可是慢慢地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厌倦了,我开始讨厌这种平淡的生活,苏玉依旧很好,但我却对她渐渐失去了兴趣,我厌倦她的老实,厌倦她的本分,我想要追求刺激,想要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。 可是苏玉是个很无趣的人,她跟不上我的思维节奏,她的喜好和我完全不一样,她的眼里只有做饭,搞卫生,在家陪我,就连在那方面,她也满足不了我,不是说她不行,只是,不是我想要的。 后来,我在抬球房认识了陈启胜,这个看起来就有故事有危险的男人,深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我故意接近了她,攻克了她,好刺激,张启胜的生活里充满了刺激,渐渐的,我迷上了这个男人,他给了我苏玉给不了的东西,他们完全是两种人,苏玉是个百分百的好男人,而张启胜是个百分百的坏男人,我知道这样不对,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好喜欢她,我也一直享受着地下恋情带给我的刺激感受,我和她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当的关系,直到有一天,一个叫王立敏的女人找到了我,她说明了她的来历,说要设个局报复苏玉,我本不想答应,毕竟我对苏玉还是有感情的。 可张启胜却对这事儿保有兴趣,他们已经把所有计划,所有细节都想好了,在张启胜的软磨硬炮下,我不得已同意了这个计划,毕竟,这也是一件非常刺激的游戏不是吗?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,我身陷在这场游戏中,张启胜扮演劫匪,我被绑着扮演人质,我亲眼看着苏玉和别的女人上床,亲眼看着苏玉掐王立敏的脖子,这就是我想要的啊。 为什么苏玉就不能满足我呢? 陈启胜告诉我,苏玉就是个呆子,让我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,我们两个只要把钱搞到手,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 我想要的,陈启胜全都可以给我,我听信了她的话,一次一次地折磨苏玉,看着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苏玉我于心不忍。 本来那五十万是最后的一笔,我想劝陈启胜就此收手,放过苏玉。 可没想到苏玉却忍受不了报了警,在警局知道真相的她哭得撕心裂肺,我终于感受到了她莫大的痛苦。 我后悔自己给她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。 张启胜把所有的锅拳都推给了我,她说是我勾引她,是我策划了这个局,是我想要钱,是我逼着她做的,她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 我看清了她,这个阴险狡诈的男人,为了脱罪,把我推下了悬崖。 开庭那天,我一直看着苏玉,那张我爱着的脸依旧那么显眼,我好想回到我们两人那段幸福的生活。 她会为我准备好早餐,来我的床边温柔地叫醒我,下午和她躺在沙发上,我依偎在她的胸口看着电影。 晚上抱着一身肌肉的她,在床上翻云覆雨,过往的画面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浮现,我毁得肠子都清了,曾经那么幸福的日子摆在我面前我不要,为了追求刺激,我和张启胜这个人渣搞地下情。 还听了她的鬼话,伤害了最爱我的人,最后把自己送了进去,我所有的青春年华全都葬送了,哈哈哈哈哈哈,真的够刺激的,我真的不想要刺激了。 苏玉,对不起。 苏玉,求求你原谅我。 苏玉,我爱你。 我爱你。 我爱你。 就在宣判快结束的时候,我终于在法庭上情绪失控发了风,我哭到崩溃,对谁苏玉声嘶力竭,我知道这一面之后,我再也见不到苏玉了,保安把我拉了出去,从始至终,苏玉没有看过我一眼,她一定恨偷我了吧。 她不会原谅我的,对吗?那我呢?我原谅得了我自己吗?